从2012年开始 卡塔尔把每年2月的 第二个星期二 设立为国家体育节 今年的体育节是2月8号 喜欢体育运动的人们 纷纷来到户外 体验各种各样的运动项目 卡塔尔国家体育节 是一个全国性的节日 在这一天 人们纷纷来到运动场地 不管男女老少 都在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中 一视身手 卡塔尔设立这个节日的目的 是为了让民众 拥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而作为2022年 世界杯的举判国 卡塔尔的体育协商 当然少不了足球 这个精简像 我们只是和其他女孩 进行了一场友谊赛 我们跟遇见的女孩们说 来一块踢球吧 然后我们玩得很愉快 应该让我们这个年龄的女孩 或者大多数女性 都能更多地参与足球运动 因为很多人想参加 以前机会不多 但现在机会多了 所以我希望能继续下去 我们会组织更多的友谊赛 和正式比赛 节日当天 卡塔尔的业余女子足球队 还举行了正式比赛 著名前足球运动员 大卫·贝克汉姆 现身比赛现场 令女球员们 立刻变身女球迷 兴奋不已 这场女子足球赛的比赛场地 是世界杯比赛场馆之一 这令球员们倍感荣性 我特别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比赛 能在世界杯场馆里踢球真好啊 很享受 卡塔尔女足加油